今天是缅甸的选举日 选民从早上的6点钟就开始前去投票 这场大选对当地人来说 是缅甸25年来真正开放以及民主的大选 他们都希望能为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 根据外界预测 有反对党领袖昂山书及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相信可以轻易胜出大选 巴基斯坦拉荷尔座工厂星期三发生倒塌 多达200人被困在建筑瓦砾堆下 至今已经从宗挖出至少37具尸体 随着事发越来越久 受困者都被认为凶多吉少 可是拯救人员还是坚持继续救援工作 而7号也传出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一名18岁的少年 在受困50个小时之后被安全救出 逃过一劫 最后把焦点转向瑞士 200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瑞士拉卧梯田市葡萄园 因为镇值深秋 园里呈现一片橙黄色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幅画 拉卧是瑞士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葡萄种植最早可追溯到11世纪 1000多年来 这里的葡萄园和一带的村庄都还是维持着传统的面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